标题 孝顺的孩子所具备的特质 大纲 引言 简要介绍孝顺的概念和重要性 引出接下来要探讨的孝顺孩子的特质 尊重和体谅 描述孝顺的孩子对父母的尊重和体谅 包括倾听父母的意见 理解他们的处境 关心他们的感受等方面 责任和关爱 讲述孝顺的孩子对家庭的责任和关爱 包括主动承担家务 照顾年长的家人 关心父母的健康等方面 努力学习和进取心 强调孝顺的孩子对学习的重视和进取心 包括努力学习 争取优异成绩 为家庭争光等方面 谦逊和诚实 探讨孝顺的孩子谦逊和诚实的品质 包括虚心向他人学习 诚实待人 言行一致等方面 结尾 结尾 总结 不仅 不仅 不仅体现在言行举止上 更体现在品德修养和行为举止中 首先 孝顺的孩子具有尊重和体谅的品质 他们懂得尊重父母长辈 理解他们的辛劳和付出 倾听他们的意见 关心他们的感受 无论父母遇到什么困难 孝顺的孩子都会给予理解和支持 为他们分忧解难 其次 孝顺的孩子具有责任和关爱的品质 他们主动承担家庭中的责任 乐于助人 照顾年长的家人 关心父母的健康和生活 他们愿意为家庭的和谐和幸福而努力奋斗 从不让父母为他们担心 再次 孝顺的孩子具有努力学习和进取新的品质 他们知道只有通过努力学习 才能够为父母争光 为家庭带来更好的生活 他们努力钻研知识 积极参加各种学习活动 争取优异成绩 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 孝顺的孩子还具有谦逊和诚实的品质 他们虚心向他人学习 不自满不骄傲 时刻保持一颗谦虚的心态 他们带人诚实 言行一致 从不说谎或作假 以诚实的态度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总之 孝顺的孩子所具备的特质是多方面的 包括尊重和体谅 责任和关爱 努力学习和进取新 谦逊和诚实等 这些品质不仅是成为一个好孩子的基础 也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必备素质 让我们共同努力 培养这些品质 成为孝顺的好孩子 为家庭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些品质上的质